大家好,我是Hailey 我差不多拍了YouTube有兩年的時間 我就在想有什麼題目大家一直都很想知道 然後可以了解我多點,然後大家又有興趣的 我就發現每一次,無論IG story也好 或者影片貼過說愛情也好 大家都好像對我的愛情世界很興趣 所以今天就來一個PILOTO 我真的藍魚枕頭拍的 想跟大家說一些我的愛情小秘密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開始吧! 關於我的愛情觀,現在這一刻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每段時期,每個階段的愛情觀 都可能會有些變化 這一刻我自己覺得愛情是幾脆弱的一件事 因為你親情也好,友情也好 對方也會有很多不同的對象 就是你朋友,他有很多朋友,你不會介意 你的親人,他也有很多不同的親人,你也不會介意 但是如果你的情人,有很多個情人 是很介意的一件事 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 在外情裡面,因為它是一個一對一的關係 基本建立,我就覺得可以很親密 即是他會比其他的感情更親密 但是也會比其他的感情更容易有裂痕的一件事 我拍過多少次拖? 剛才拍片之前,我自己數過 應該是七次的 我拍過最長的拖就是現在這個男朋友 快要五年了 而拍過最短的拖應該是一兩個星期左右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分手之後 把我的時間要逼得很悶 就算沒有工作,也會找一些事情來做 找一些朋友出來 或者去報一下興趣班 去一下旅行 總之就把所有的東西塞到滿了 讓自己過了最不開心的那段時間 才慢慢地沉澱下來 是會比較沒有那麼不開心的 就是車輪轉地找朋友出來聊天 然後每一個朋友都會說一次我怎樣分手 有多不開心 然後跟他有什麼問題 一直說,說了給10個 50個、20個朋友聽 說完心就會慢慢把這件事 好像一張紙撕到沒有了 感覺是沒有那麼激烈的 我自己來說 分手是比較感情變淡 好像朋友一樣 又各自已經沒有什麼感覺 很和平地分手 其實我是真的做到朋友的 不是那些偶斷絲連 是真的可以做到一個了解你很多 知道你很多東西 然後有分寸地做到朋友 當然不是每一次分手都很完美 我都試過一些弄壞臉 扔東西 然後很噁心地收場 不愉快地分手 在我自己的立場 我希望我人生不要再見到這個人 所以我覺得無必要去強求 自己分手之後 做不做朋友 如果做的話 其實你的心會比較坦蕩蕩蕩 你自己會覺得沒什麼所謂 但如果你真的有一思考量 我要不要跟這個人做朋友的話 我就覺得不好住了 究竟男女之間有沒有純友誼 在我自己的世界裡絕對是有的 因為我自己的性格 其實是很乖乖的 跟男生相處 有些男生是完全不會當我是女生 然後我自己也不會是那種 一男生就會變臉去相處 我是可以跟男生一起去旅行 在同一間房間 沒有任何越軌的任何事情發生 但帶前提是 對方沒有另一半 或者他的另一半是很清楚我們的友誼 越絕對不會介意的話 我是做到這件事的 但因為我知道有很多女生 都會很介意男朋友 有一個自己或好朋友的話 我自己是絕對會被記的 所以我覺得是看情況 但在我心目中 男同女是絕對有純友誼這件事的 關於有沒有試過一夜站這件事 我是從來沒有試過一夜站的 但我有超級無的多次機會去做這件事 我覺得一夜站這件事 千萬不要相信那些 我那時候喝了酒什麼都不知道 或者是我不想的 這件事真的是一隻手掌 是拍不動的 如果你是不願意的話 告他強姦 對不對 你不要找太多藉口 我覺得一夜站不是一件對與錯的事 我沒有這麼說 但我自己方面 就不是很接受到這件事 所以就算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機會 在我身邊拆過也好 我全部都是將他拒絕於門來的一個人 我又不會說到自己好像聖女禎得那麼高尚 其實我試過一腳踏兩船過一兩個星期 那為什麼會有這件事發生呢 就是我和我當時正妝的男朋友 已經去到一個淡無可淡的地步 就是完全是拖拉拉腳離流狀態的時候 就有一個男生出現了 我小時候會覺得 投入一個新的戀情 是最好忘記一個舊戀情的方法 那我就和那個男生開始做我 但是呢 過了一兩個星期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不合理 對這個男生不公平 而且還沒有那麼準備好 去全程投入一段新的戀情 那所以呢 最後我自己就主動把這件事 剪掉去完結了去 但是經過這件事之後 我就發現自己是絕對不適合一腳踏兩船 因為我的心是做不到這麼多功能的事情 例如我無法處理兩個人都找我 然後他們想同時間約我的時候 那種要選擇的感覺 我真的做不到 所以這件事在很快的情況下 我就已經決定了自己這輩子 做不到這件事 但是我是試過的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怎樣的女朋友 我是一個很麻煩很麻煩的女朋友 對 我是一個不會檢查男朋友電話的人 因為現在科技呢 是做到很多事情的 你可以剪掉所有訊息 不加這個電話 用別的app去溝通 然後見理的時候剪掉了app 我相信是有很多方法去隱瞞 如果你去檢查電話的話 是你找不到任何東西之餘 把雙方的信任去破裂了 對 所以我自己就不會去檢查另一半的電話 我也覺得沒有必要要這樣做 然後我是一個依賴性非常非常強的女生 我是很希望另一半幫我解決 一些我自己解決不了的事情 或者是我很需要另一半的關心 我是很喜歡經常見 然後經常一起出去 有兩個人的私人時間 所以我是很喜歡跟另一半去旅行的 而且我會覺得去旅行的時間 的回憶都是兩個人很私人 沒有其他人的出現 阻礙 是一個很親密的回憶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跟另一半去旅行 但很可惜我男朋友是不喜歡去旅行的 而且我是一個很多內心小劇場 我是一個很典型的處女座女朋友 男朋友遲了兩個小時沒有回覆過我的話 可能我的腦袋就會想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 他是不是不喜歡我 他是不是沒有以前那麼緊張我 為什麼他現在回覆我 他以前也不是這樣 究竟他跟朋友是否開心過跟我一起 為什麼和朋友可以玩到12點 但是為什麼跟我一起的時候 9點就說很累要回家睡 然後我就會有很多很多這些事情想 但是沒有辦法 這個真的處女座的弊病 我經常都叫自己不要想太多 找些事情忙一下 但是我就是阻止不了這個事情 我說了很多東西 總之我是一個這樣的女朋友 是一個很麻煩的女朋友 好 到最後一件我想分享的事情 就是在愛情裏面 究竟我有沒有一些遺憾 是有的 在愛情裏面 我想說我這麼多年人拍了這麼多次拖 我是沒有收過花的 即是無論它是一個真花也好 假花也好 我是從來都沒有收過的 好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愛情的小秘密 都真的蠻秘密的 有些我的朋友都未必知道的 在我的世界裏面 我覺得外情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怎樣才是對 怎樣才是錯 我覺得兩個人是要找到他們一個中間點 大家都可以包容到融合到相處的方法 而且沒有說 怎樣的一個女生才是最好 或者是怎樣一個男生才是最好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可能在不同的錯説 失敗 不同的經歷裡面 去分析自己 有什麼愛情 或者有什麼另一半 是適合自己 或者自己究竟想追求的是什麼 希望這條影片 大家又可以了解我多一點 知道我多一點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pilot talk 都可以告訴我 記得點讚這條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的下午3點 以及星期日的下午12點 好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